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号 星期一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习重手整肃 是否导致中共军队崩溃 吴嘉龙 三中全会之财税改革没用 杨贵远博士 法轮功保护法案给中共沉重打击 七一 全球退党日前夕 纽约线真相车队游行 习近平推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暗藏玄机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两个月前 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 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试三高代谢保 接下来我们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因为过几月 两个月前左右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 后面 见广告 这个YouTube 你们看这个 什么 《希望之星》 见到 所以过来就买回来给他吃 他吃之后比较熟 重量一点 吃了12克 吃了一个月 现在落到6.4克 这段话让人觉得很高兴 短短一个月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鼓励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在为高血糖烦恼 可以试试李先生的方法 或许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后提醒大家 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 最好先问问医生 确保安全和效果 好了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上周 中共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处置 稍早前 火箭军军头几乎全军覆没 中共党魁习近平重手清洗军队 外界都在关注 这是否会导致中共军队的崩溃 是否影响习近平入侵台湾的计划呢 台湾《封传媒》发表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靖的文章说 现在回头看 习近平在6月17日至19日 主动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 显然就已向军队高层宣达 随后会如何处置李尚福与魏凤河 但风声一点都没有走漏 张靖说 习近平这轮大清洗覆盖火箭军 海军 空军和装备发展部高层 以及军工企业如兵器工业集团 航天科技集团 以及航天科工集团等不同体系 大整肃涉及层级相当高 覆盖范围广泛 但从对李尚福与魏凤河的处理可以观察到 中共体系运作没有乱 张靖认为 尽管军队问题严重到必须让习近平亲自定夺 通过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表态 但并没有达到让共军体系崩溃的地步 而对李尚福与魏凤河的处理 应该是习对火箭军的处理进入最后收网的阶段 不过 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 军中整肃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蔡胜坤也将习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与军队大清洗联系起来 蔡胜坤认为 习近平在延安强调 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这意味着 枪杆子现在还掌握在对党不忠诚不可靠的人手中 为解决这个问题 习近平会继续整肃军队 被整肃的对象很可能是他亲自提拔 并且认为值得信赖的将领 蔡胜坤判断 这个目标可能就是张又霞 两个前国防部长被清洗 已经让军中人人自危 如果再动张又霞 对军心影响太大了 军队各个军种 尤其是装备部门 估计每几个人能安稳睡觉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是否会放弃对台湾动武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袁鸿斌日前对看中国表示 习近平已经确定发动台海战争的窗口期 就在2025年至2027年 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 据袁鸿斌获得的消息 习近平确实在延安的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对内部就李尚福及火箭军等军队大案做了政治总结 会上 习指责刘亚洲利用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机会 在军队内部拉帮结派 搞团团活活 在台湾问题上散布失败主义言论 霍乱军心 习近平要求军队对党绝对忠诚 绝对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规划 要做到招之急来 来之能战 战则必胜 袁鸿斌认为 习近平这个讲话杀气腾腾 丝毫也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可能 他还说 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和政治谋略上 继承毛泽东的阴险诡诈 国际上 尽管有像蓬佩奥 奥布莱恩及博明这些政治家 不断发出中共武力犯台的警讯 但问题的关键是 主导着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是绥靖主义 例如希望管控冲突 与中共既竞争又合作等等 中共7月15-18日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可能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划分 让地方保留较多税收 对此财税改革方向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合理 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他们说 中国景气低迷之际 唯有减税才能让企业和个人有钱投资和消费 刺激经济 另外还要紧缩财政支出 也应大砍吃黄粮的公务员队伍 7月15-18日登场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据传将推出新一轮财税改革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 三中全会关于财政方面非常不好处理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的一个缺口 中央跟地方现在都面对财政的压力 非常庞大的财政压力 所以有可能会调整中央地方的财政划分 有些税中央就不收了 让地方来收类似这样的一种税收制度的调整 吴嘉龙表示 新的税收政策效果可能还是很有限的 可能中央政府又移转给地方政府来收 然后地方政府即使这么做 他能拿到的新的税收还是不够应付眼前的财政缺口 也就是说杯水车薪 即便中央有一些税收调整 具体我们不清楚 但是有可能会在中央地方的财政划分方面 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现在的预估是即便如此 会改善地方的财政状况 但是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效果可能还是很有限的 吴嘉龙判断 中国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中国历代朝代到后来财政危机 可能就逼得中央去最后想办法 大印钞票 或者变相加税 双管齐下 都是应付财政危机 到最后民不聊生 官逼民返 农民起义 然后改朝换代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政权危机 对中共来讲这是一个政权危机 希望支撑记者凯特、潘翔采访报道 2024年6月25日 美国国会以众议院表决的方式 全体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 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 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财产、禁止入境、经济及刑期系列的惩罚等 下一步法案需要参议院投票通过 再由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正式法律 对此希望支撑记者7月1号采访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 因为中共官场算体制内吧 更明白中共内部的乱象 还有做的那些罪恶 比如说迫害法轮功期间 国体栽数法轮功器官 因为设计的人数比较多 设计的迫害的官员也比较多 他明白这种乱象是个不正常的 所以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 如果共产党一旦倒台 这些干了坏事的就要被清算了 所以好多人留了一个后路 把家属子女都送到海外去 杨桂远认为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对中共会造成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在中国官场引起震动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法案特意提到了对参与和协助 活摘器官的这些中共的官员 要实行制裁 包括冻结财产的 禁止入境甚至取消签证 所以这种情况就相当于 断了中共迫害的官员的后路 这些官员似乎建议的干坏事 其实他是无神论的 不相信三个有报 但是现在直接就在现实这种抱拥就体现出来了 你想他们能不害怕吗 所以这也是一个正气上升 邪气下降的一个表现 这些年来 法轮功学员不定期会向世界多国提交迫害者名单 目前海外媒体明慧网 共搜集了11万7193名参与迫害的中共打手名单 他们的个人信息和恶行等被记录在案 2024年4月 海外追查国际向美国FBI提供了 包括81340个责任人的名单 其中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员9011名 610官员9109名 政法委官员11157名 以及策划及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52063名 参与活摘器官的22人包括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杭州树兰医院院长郑树森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 北京武警总医院甘移植研究所移植外科副主任陈兴国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学院院长吴孟超 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等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表示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如果最终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 等于美国第一次把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器官罪行 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参与迫害名单很可能会涉及一些中共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物 这些如果公布出来的话 对中共会造成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如果迈出这一步的话 其他的国家 国际机构 欧盟都很有可能会跟进的 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还想维护中共政权的话 一定会成为历史的大罪人 为纪念7月1日全球退出中共邪党日 6月30日 退党中心在纽约进行了打倒中共的真相车队游行 一辆辆车上插着美国国旗载着醒目的标语 中共不等于中国 打倒中共等 形成了流动的真相长城 车队将途经纽约市的三大华人社区 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一字排开 非常醒目 吸引很多行人和车辆上的司机乘客的目光 纽约真相车队游行参与者小宇介绍说 这次游行有20多辆车参加 会经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图书馆 邮局这些法拉上的地标 然后我们再去唐人街 经过林泽徐广场 最后去布鲁克林八大道 中共将7月1日定为所谓的建党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倡议 把7月1日定为全球退出中共邪党日 7月为全球退出中共月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说 我们想唤醒更多的华人 跟我们一起参与到退党大潮中来 跟我们一起退垮中共 同时我们也唤醒更多的西人来支持我们 参与MCCP联署 车队游行的同时 还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 在纽约各个华人社区 为华人民众现场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 并向西方人介绍打倒中共联署 据义工们统计 当天共帮助了超过440名华人 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退党中心义工晓宇表示 经过20多年的传播真相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以及国际社会 了解了中共的邪恶 自从2004年11月 九评共产党发表 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大潮 至今已超过4.3亿中国人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而针对海外的打倒中共联署 也冲破430万大关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号采访了原大学老师李女士 她表示从小就受到中共的邪恶迫害 李女士呼吁人们退党保平安 希望中国人在天灭中共的时候 不受他的牵连 因为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被挟持欺骗 加入了党团队的共产党的组织 只有和中共脱离关系 成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这样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希望之声记者王茜 潘翔采访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28号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新形式下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 弘扬升华 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习近平口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 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 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并认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新形式下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 弘扬升华 习近平宣布 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 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卓越奖学金名额 提供10万个研究培训名额 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 对此北京前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7月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 这是一个专制政权 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表现形态 因为这样的一政权 权力没有任何的监督和约束 最高统治者花费名字名高 是为个人 为他们的一党去涂脂抹粉 无非是想在国人面前 在世界面前 腰的一个虚名有一点脸面 好像他有多么高深的治国安邦的方略 好像他们对人类社会 对世界有多么大的贡献 实际上都是老调重谈 自说自话 再另搞一套 你习近平你说破大天了 无非是还是专制主义那一套 他自己杜撰一套话语 完全是忽悠欺骗 盛雪表示 习近平口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 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们都讨厌共产主义 习近平就换了一个说法 他说 习近平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一系列的相关措施 就是要让中共在国际影响力 和软实力方面继续提升 显然今天以美国为首的 一些主要的民主国家 应该意识到 让中共的国力提升 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那么中共要增强在国际事务的管控力度 因为现在习近平跟整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对抗 已经越来越明了 更意味着习近平必须要去纠集他的队伍 去组建他在整个国际社会的他的力量 树立他的国际形象 增加他的影响力 提高他的话语权 特别是他对整个国际事务的管控的力度 他这么做 似乎他在推动一个以中共为核心的 所谓的多边合作 盛雪认为 北京当局大力举办和平共出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恰逢中国整体经济下滑 百姓消费疲软 失业率居高不下 人们普遍对未来失去信心之时 习近平的做法有利于转移国内的压力 因为信息封锁 中国老百姓很难知道外部的世界真相 中共可以借机大张旗鼓的造势 让一些人认为 共产党还是很有办法的创造外部的市场 能够让中国人有更多的国际空间 另外 中共可以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援助 在国际社会去买票 因为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很多国际组织 都是以一国一票的形式在运作 中共只要拉到票 在国际社会就有了中共党和政权的利益 本台记者王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